剛才介紹了融化曲線 講了一些看圖就可以知道的事情 基本上不用算 然後就要跟計算有關係了 要先知道兩件事 一個叫做融化熱 一公克的東西 物質完全融化所需要吸收的熱量 叫做融化熱 那如果是完全凝固 就叫做凝固熱 不過我們平常不會這樣講 因為反正正常情況下 融化熱跟凝固熱是一樣的 只不過一個吸熱一個放熱而已 那麼冰的融化熱是每公克八十卡 這些事情你最好會記得住 雖然大考試通常都會給 但是希望你背下來冰的融化熱 叫做每公克八十卡 每公克八十卡 那麼反過來 不是反過來啦 反正就是一公克融化叫做融化熱 那一公克的完全氣化叫做氣化熱 氣化熱 那如果倒過來就是凝固要凝固熱 平常也不這樣講 因為正常情況下兩個都一樣 那麼叫做氣化熱 一公克的液體完全氣化所需要的熱量 現在稱為氣化熱 記一下水的氣化有多少 每公克五百四十卡 很多對不對 很多 所以消防隊在滅火的時候 有一個方式是把水灑出去變成水物 很小小的水滴 這為什麼反而常常滅火叫我更好 因為變成一個一個的小水滴 吸熱之後很容易就會怎樣 每個都在氣化 每個都會氣化到 那每一個一公克就要吸多少 五百四 所以它會吸收很多的熱 S溫度降低 然後降到來個以下就達到滅火的效果了 所以五百四是很多 OK 背一下冰的融化熱 水的氣化熱 由此可知 如果這個題目的計算 跟融化跟氣化有關的 我們公式長這樣 熱量就是質量可以融化熱或氣化熱 融化熱或氣化熱是一公克的熱量 一公克要八十 兩公克就乘二 三公克就乘三 所以質量可以融化熱或氣化熱 我寫作H等於M乘以Q 你的參考書可能用的代號不一樣 這個不重要 反正就是H等於M乘以Q 好 記住一下 OK 好 就是我們的融化跟其他的公式 那麼其他的 就跟我們以前教過的完全一樣 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會變成一杯溫水 這告訴我們兩物相應最後比怎樣 熱平衡 什麼叫熱平衡 溫度一樣 溫度一樣 那為什麼會熱平衡 為什麼溫度會一樣 因為熱量會轉移 熱量如何轉移 轉移到哪裡 高溫到低溫 轉移的時候 有放熱有吸熱有散熱 它跟什麼關係 我們說熱量不會平白無故的撥出來 也不會平白無故的消失 這跟什麼關係 放熱吸熱散熱什麼關係 放熱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這個就是跟計算體有關的公式 我要寫一個等式 叫做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老問題那熱什麼算 熱要變成這樣算 我說過我要講三遍 我說過公式會越來越長對不對 第一次是mΔT 後來變成mSΔT 現在變成mΔT 加上m乘以q 但是這兩個算式不會同時出現 前面的mSΔT 是溫度有變化的時候 後面的m乘以q是狀態有變化 這時候溫度有沒有變化 沒有 所以等一下真正做成就跟你講說 你要注意 它這個加熱過程有分做幾段 比如說我要從-10度C的冰 變成10度C的水 我要吸多少熱 第一 我要先從-10度C的冰 升溫變成0度C的冰 這個時候有溫度變化 計算公式是mSΔT 然後要從0度C的冰 變成0度C的水 這個叫做融化過程 溫度沒有變化 公式用m乘以q 再從0度C的水 變成10度C的水 這個有溫度變化 要用mSΔT 所以這個過程我會分做三段 有溫度變化的 我帶2SRT 沒有溫度變化的 我帶m乘以q 這樣做計算 後面有題目給各位練習 要了解 就是我們講過第三遍的計算方式 同時要提醒各位一件事 我如果沒有事先檢查 我如果沒有事先檢查 檢查我的冰塊會不會全溶 檢查我的水蒸氣有沒有完全凝結 我就直接往裡面帶的話 那你答案可能會算出來小於0或大於100 如果你這樣直接做 答案小於0就是0 答案大於100就是100 答案為小於0是因為表示冰塊沒有完全溶化 你要以為它全溶 所以要降更多的溫 答案如果大於100 表示水蒸氣沒有完全凝結 你以為它完全凝結 所以加熱會加超過100 所以如果你沒有先檢查 就直接往裡面帶 結果答案是小於0 或大於100的小於就是0 大於100就是100 大於100就是100 結果是要告訴你 如果未來做計算有這個現象 那你要了解事情 OK 結果是 再一次講解 我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 我們的計算的想法 公式呢現在變成H等於M SDRT加M乘以Q 要看它這一段有沒有溫度變化 有溫度變化的帶M SDRT沒有溫度變化的帶M 乘以Q 這就是我們的計算想法 OK